镜头转为台湾 这天冷泡汤却泡出一肚子气 有网友抗议说 他入住老四号的温泉饭店 却看到了虫虫大军 那不只是这蚂蚁是爬满地 那他一大早起床 这旁边也都是蚂蚁 还有网友是入住了一碗破万元的高级酒店 电视却没有热水可以用 黑黑的小蚂蚁爬呀爬呀爬呀爬 让小朋友都好怕 不只在门框上爬 连地板上也都是 夸张蚂蚁大军还进攻到床上 洁白干净的床套 被一只只黑色小蚂蚁占据 实在太过显眼 而这里不是家里 而是知名老字号温泉饭店 天冷想泡温泉 尤其东北季风即将来临 就民众趁着假日想来温泉饭店 泡温泉不料却惊见重重危机 网友在社群颇文来到金山 想开心泡汤 入住一碗6380元的温泉套房 在晚上要睡觉时 却惊见蚂蚁大军出没 大半夜换房 柜台表示应该就没有蚂蚁了 没想到网友隔天一觉醒来 身旁满满的全是蚂蚁 第一个消毒 第二个我们会特别点那种蚂蚁药 因为这个是一个户外开放空间 有阳台有植栽的地方 难免会有一些小生物 毕竟是我们有过错 一点点的舒服 可能是让客人不愉快了 那我也希望说 一点点的心意让他能够接受 业者诚心道歉 却换不回 顾客惊吓满满 同样有超差住宿体验的 还有这一位 师傅接力 一位接着一位进入房间 维修热水器 民众拍下师傅声音 他没想到入住淡水 一碗破万元的高级饭店 却只能洗冷水澡 三番两次请人来维修 却以失败告终 早上两个小时都在帮忙开门 网友直呼超级没隐私 换了一间房 打开联盆头照样 嘎铃顺 业者书面回应 为确保住房安全 瓦斯加热超过45分钟 就会有安全装置 网友换房还是没热水 争取事件陷入罗生门 天气冷温泉忘记到 民众想到温泉饭店享受 汤还没泡到 倒是生了一肚子气 谢谢黄姐陈英荣特别报道